有的人认为我疯了 有道理 我的名字叫保罗·萨罗佩科 我受过专业的生物学训练 我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驻外记者 现在是国家地理的撰稿人和探险家 我不断地在行走 从非洲出发 徒步走向南美洲的最南端 火地道 我的项目叫永远的行走 是一个有关慢下来的旅程 花时间去倾听 去学习 全情投入地去和人们交流 我的目的是与人相遇 无论我遇见谁 这些沿途人们的日常生活 让我窥见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 他们的故事 构成一个意义丰富的镶嵌艺术品 连接着我们所有人 现在我的旅程带着我和我的当地徒步伙伴深入中国 我们将遇见谁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将到哪里去 一如既往 答案随着我的步伐 慢慢揭晓 我希望长途跋涉穿越山水 能让自己进入人类祖先 作为狩猎采集者的心境 回到一个与自然联系更紧密的时代 当我在这趟旅途之中看到 地球的许多面貌已经被人类改变 尽管如此 我依旧抱有希望 持续寻找 自从踏入中国 我沿着湖焕雍县行走 它是一条穿越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假想分界线 它将引导我跨越十个省市 形成六千多公里 现在它将我带到了东北 这里充满着自然的魅力 这里的面积有14,065平方公里 包括了一般控制区 伐木生产区和住宅区 以及一个动物迁徙走廊 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国家 建立这个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宾威的东北虎和东北暴种群 他们是自然界的掠食者 如今成为了人类的保护对象 科学者知道 如果您能保护到一只东北虎的核心 您能保护到其他人之内 我很想亲眼看到一只东北虎 我的徒步伙伴 27岁的雪浩天也一样 开始的玉琪肯定是希望能看到一些老虎 然后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就是万无一时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比较原始的属于这么一种状态 如果你要找一个熟悉这片土地的人 那非王献利莫属 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金沟岭灵场 王献利今年54岁 是一位护灵员 今天我们将和他的团队一起寻山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因为这个国家公园尚未对外开放 护灵员开始了工作 他们寻找任何非法活动的迹象 收集动物样本进行研究 记录信息以帮助了解环境生态状况 刚才那个耗的这是他的印 就来回这儿转转转在窟窿里呢 兔子 这是兔子 三兔子 这是他的粪便吗 这个 是 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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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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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加灰狗 所以 咕咕的 咕咕的就是熊猪 没有 就这种猪 它是一个单个 它就自己 自己走就是水 我也能看有点撒尿 说不定他刚才尿尿 我说不定五六百米 四五百米就闻 风一刮过来 一股烧下辣红味熏鼻子 足迹 野猪 大约二十四小时 数量 一个 八来三四 那 我那里跑了 王健力没有受过专业学术训练 也没有在实验室里呆过 但我认为 他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非常有价值 他通过他的身心 去感知自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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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内置的传感器检测土壤 水源和空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岩是浑春林业局科研中心副主任 他向我展示了让这个高度复杂系统保持运行的核心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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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虎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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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东北虎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